女孩真是太可怜了 她和同学约定将手指插进洞中 然后依次剪断左侧的绳子 直至手指被闸刀砍断 或者有人将手指抽出 而抽出手指则代表主动认输 她本来想用这个办法立位 但没想到的是 和她比赛的两人全是变态 不仅非常享受恐惧的感觉 甚至还有着自虐的倾向 于是比赛一开始 眼罩妹便抢先出手 毫不犹豫地剪断了一根绳子 但闸刀并未落下 而孟子也是果断出手 并一脸享受的样子 这让女孩很是不爽 但她并不着急 因为断指台早就被启动了手脚 在闸刀的下方还有着一块钢板 也就是说女孩最差的结果 就是和其余两人站成平手 可就在此时 孟子却突然询问裁判 是否有把那个拿掉 裁判当即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女孩听后那叫一个害怕 难道钢板已经被裁判取走了吗 而孟子则像示威一样 再次剪向了绳子 幸好闸刀并未落下 但女孩的心态却彻底崩了 她的动作越来越慢 十分担心自己的手指会被切断 而主动认输也是不可承受之中 因为在这个学校 一旦认输就会被认定为奴隶 失去对自己身体的掌控权 不管其他同学提出多么过分的要求 自己都必须完全服从 否则就会被学生会凌迟处死 想到此处 女孩的心脏便越跳越快 而眼罩妹和孟子却仍旧处变不惊 并迅速地剪断了自己的绳子之后 一起催促着女孩快点动手 女孩真是怕急了 直接在众目睽睽之下 不争气地流下了眼泪 但为了不变成奴隶 她还是剪断了绳子 好在闸刀并未落下 可她还没来得及高兴 眼罩妹便突然发疯 直接剪断了最后的两根绳子 女孩当即懵了 而等其再次回过神来 她的手指却已经缩了回来 但眼罩妹和孟子的手指 却并没有被闸刀切断 因为那块钢板还在断纸台内 而孟子刚才说的把那个拿掉 是她发现了桌腿的防滑垫省力 于是让裁判拿走了 其他的防滑垫 以保证桌子的平稳 不料歪打正着 直接让女孩破了大房 同时随着裁判 宣布了女孩的落败 她也彻底变成了所有人的努力 过上了生不如死的日子